我们现在人呢就在柯文哲台北市大安区的住处 不过就了解他的夫人陈佩琪 其实在昨天晚上被捡妇婿 那被请回之后 虽然当时是上了立委黄山山的坐车 不过呢他并没有返回大安区的这个住处 那他晚上到底去哪里了呢 这个大家是打上问号的 但是包含了民众党啊 还有这个黄山山 他们脸书都有po文来表示说 陈佩琪呢他一切平安状况也还算稳定 而就了解这个陈佩琪呢 他待会人就会出现在北检 主要就是因为呢 可能是要来帮柯文哲送一些唤喜衣物 以及哦柯文哲他在昨天的时候呢 他凌晨的时候表示他拒绝这样子 马拉松市的夜间训位 就是拒绝要这样子 要提出夜庭这样的状况 那要求说要离开了地检署 不过警察官当然不可能让他就这样子当庭离开 所以呢是直接当庭逮捕 那现在呢柯文哲的律师也提起了这个提审 那等到法官待会呢 就会来进行程序 再来进行后续的裁量 那整个在地检署那边的工坊 都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的 不过呢另外一头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民众党中央呢 他们其实在一大早七点多的时候 紧急EBA小组的召集人 黄国昌等人呢 是已经陆续来召集大家 来上楼进到里头来开会了 主要就是要针对 包含了后续呢 这个在跟地检署警察官那边呢 要来怎么样的来做一些攻防 包含了他们现在民众党是主张说 其实柯文哲经过了19个小时 这样子麻拉松式的训问 真的是太累了 他们拒绝这样子的疲劳 轰炸疲劳训问 所以后续呢会来再跟律师来讨论 要怎么样来捍卫柯主席的清白 不过在地检署那边呢 除了里头包含了柯文哲的律师 以及检方这边 要来进行的一些这个抗辩 那在外面呢 据了解在待会十点多的时候呢 小草昨天是有发动动员要来聚集的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昨天晚上的北检外面呢 包含了小草 还要反对柯文哲的人呢 是在门口有一些激烈的这个冲突 待会这个状况会不会重演呢 还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人是在柯文哲 大安区的这个住处 不过陈美琪她昨天晚上是没有回家的 待会会不会回来家里这边呢 我们会持续为您掌握